監督副公司一百十三年 直接向中央来申请替代医的助援 分配安排两位设置替代医 合作社区进行美化 以后两位登校的替代医 到关怀骨点来博物中备 公司特别从这段时间 营收完成的成果来整理 今天他想过去兴兴的成果店 长照替代医是来据点 我们会去帮助老人家 协助他们请共餐 或者是帮他们做一些活动 带一些活动 社照替代医 他主要就是要帮忙做一些社区的营造 比如说我们减水这边 有一个地方就是在一营的后面 那是一个垃圾山 结果我们是请替代医 去把它整理得很干净 所以这些替代医 因为他们年轻有为 而且又有专长 所以让他们来到地方 发挥他们自己本身的能力 用他们的专长来帮助地方 也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下说 我们地方还有哪些地方 是可以增进 增强的 更适合居民生活休息的场合 很开心我们可以藉由这次成果发表会来统整 我们整个服役期间所做的事情 那我们常遭替代医就是会到各个关怀据点 协助长辈们 然后陪伴他们一起进行课程或是活动 然后也会帮他们一起准备爱心午餐 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学习经验还有回忆 减水工作表示 头过少年人的創意 就会采出社区需要改善家庭的所在 并且让我们有更多的专门 很感谢替代医发育专长 让在地医院的生活越来越好 那但是我们有第一件最彩虹报道